小伙伴们最近因为游戏版本更新后 出现了插件包之下的bug 导致神器生存的地图暂时无法更新了 所以我们重新开了一个新地图 取名叫做冰原生存 插件包的bug我们已经反馈给官方了 稍后他们处理好了 我们会继续更新这个地图的 最近刚好出了冰原版本 很多小伙伴很期待我们去探索冰原世界 这次的地图就来满足大家 这次新版本更新后也有了新的剧情 所以第一次进入地图的时候 大家都会看到这段动画视频 接下来咱们直接开掉了 不过老规矩 进入地图之前 还是得来把材质包换成卡通材质包 因为我知道大部分小伙伴们都喜欢卡通的 此次为了咱们能尽快找到冰原 我弄了个叫做快速采集的插件包 可以提高咱们开采矿石的速度 这个插件包就不会出现bug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玩一下哦 进入地图的第一件事 还是老样子 邀请咱们长得丑想着美的卡卡大师兄 来了来了 江湖人称风流替躺 多才多艺的卡卡大师兄来也 咱们现在一出生 旁边就会出现一所破旧的小木屋 小伙伴们知道这是啥情况吗 感觉我们又要变萌新的节奏了 听说新版本更新了很多东西 看来咱们又要慢慢探索才能弄懂了 这木屋我从下道上打亮了一番 破旧不堪的 没啥新发现呀 屋子里面撒好东西也没有 就只有一个熄灭了的宫火堆而已 既然啥都没 那就准备开始录基础材料了 哎 我这才发现 现在一出生就有把师傅在手了 挺方便的呀 那边的传送机站也发生了变化 过去看看 整个外观简化了很多 变成了极简的风格了 冰灯和铁块都不见了 但是多了些钛合金 别惦记这些钛合金了 都是些钛金薄板 不能分解成钛金钉来用的 赶紧录材料吧 完了还得下矿去开采矿时的 好的好的 听同大佬的指示 我再来多搞点尖锐的石头 哦 对哦 你有发现咱们头顶上就是空岛吧 只可惜还没有高级一点的挖掘工具 不然直接上去挖钛合金 那叫一个嘎嘎箱啊 哎呦 我忙着录材料 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呢 看起来是个挺大的空岛群哦 咱们待会就在这里下矿 升级各种武器装备后 完了再重新回到这里就行了 可以可以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再多弄点树枝树叶 稍后可以制作各种工具和火把 哦对了 赵草下矿钱也要收集一些 制作炉子也要用到 过了个去 这个大白天的怎么就出现虚空使徒了 这家伙怎么又变回老版本的样子了 那到底是该叫他地心人 还是虚空使徒呢 你别去惹他了 咱们现在没武器 别去送人头 好吧 星星一个也还没有 还是老老实实搞基础材料好 大师兄 天事已晚 我铲子也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准备下矿了 要不就在鸡蛋旁边下咯 可以 不过我还没制作铲子 你先帮我把地表的土块挖掉 到了岩石层 我再自己开挖 那我来挖两个坑位 一人一个 有你快速采集插件包的加成 现在各种道具的挖掘速度 真的是杆杆的呀 敲到岩石层了 下来吧 谢谢老板 那就各自往下挖咯 咱们到大概40层左右 我就来窥探一下视野 看能不能找到浅层矿道 40层到了 我来点个火把 我这边已经找到矿道了 就往下几层而已 看到了 我马上下来 看起来应该算个肥矿道 这里已经能看到秘营矿了 问题是 石稿还开采不了呢 还得先去搞铜稿才行 这个矿道连秘营矿都有 随便找一找 肯定有铜矿的 这里不就有了吗 一般铜矿也是扎对在一起的 那你挖吧 我来把旁边这些宁能金都给收了 然后制作炉子来把铜钉烧出来 大师兄 炉子我制作了 你挖了多少铜矿就都放进去吧 我先把燃料给你放好了 我总共挖了七个 烧完够咱们制作铜稿了 我来放进去 燃料不知道够不够 这边还有 我再来挖一些吧 刚刚挖宁能金的时候 又挖到了两个铜矿 也放进去烧了 然后做等铜钉烧好